王爷 等奴才带着他们赶他说王府 结果大魁傻子兰不在了 王爷 您没事吧 我想炒我的后路啊 想都没 来人 在 王爷吩咐 想那个傻子一定还跑不远 陈长河说王爷没会合之前 立刻追上他们找合适的时机 是 走 奴才带 让他快给我滚出来 是 王爷 葛大人来了 王爷 这不是下官不尽力 是现在下面这帮人呢 他都不听话 是吧 这讨件还件不说吗 还不好好干活 我派出那俩小子 焦地抹油 溜了 挺着脸还说呢 这都是你调教出来的好货色 怎么一点正事也干不成啊 废物 哎 要是我 要是我带着他们俩 我一定把他们宰了 说这有什么用啊 哦 本王找你来 商量的是大事啊 哼 本王琢磨 这个朔二爷居然敢置皇命于不顾 一定是发起了手蛛丝马尽 很可能 他是到固安 去掀本王的老巢啊 啊 那怎么办 哎 这死不了的老帮菜啊 真是咱们的克星啊 不管他怎么样 一定得把他放翻了 千万不能让他活着进了北京城 哎呀 光杀一个朔尔爷 那不是什么男士 问题他不是一个人 从上到下 一干人等啊 哦 上有太后给他撑腰 朝里他还有张不歪 余直 刘其光一伙子 个个都不好惹 每个人都盯着本王呢 哎 说的也是啊 那帮子人真的是不好惹 哎 王爷 你有什么好主意啊 我今天找你来啊 就是想商量一下 先把屁股擦干净了再说 擦屁股 这屁股怎么擦干净啊 哎 瞧你穿蚊的 那么难听 这么擦 啊 哈哈哈哈 就这么擦 平王爷驾到 下官恭迎王爷大驾 本王奉旨查经 开库 开库啊 还不快去 你在这库里干了几年了 王爷 小的这点跟着烧烧 您还不是一清二楚 少废话 王爷问你什么 你就答什么 哦 回王爷 小的在这里 已经有五年了 这几年来 还都尚且平安 回王爷 尚且平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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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王爷 不好了 您快看 这些箱子里的金子 全被他们掉了包了 王爷 你快看 这些箱子里的金子 全被他们掉了包了 怎么回事啊 怎么都变成石头了 金子去哪里了 王爷 王爷得给小子做主啊 我凭什么给你做主啊 你知道吗 丢失裤金暗虑担寡呀 事已至此 谁也救不了你啊 王爷 王爷 开门啊 王爷 只要你把丢失的裤金找回来 本王可以恳请皇上从轻发落于你 给你留个全尸总可以了吧 王爷 王爷 这事您是知道的呀 你说什么呢 你这混蛋 王爷给你留个全尸已经给你很大的恩典了 你还不知足啊 你给我听的 要是换了我一定给你用寡刑 连头发丝都剩不下 你还不知足 是不是 是不是 啊 早知有今日 早知有今日啊 哎呦 你们都愣着干什么呀 干嘛不拦住他呀 快快 快 把他拿下来 怎么样啊 快 王爷 王爷 死 死死死 死了 死了 哎哟 她死了 你也死了呀 她这意思我怎么跟皇上交代呀 得啦 把这滚裤的船给我锁起来 快 锁起来 是 是 锁起来 拿 我得先皇上诉诉禀报啊 走 快 都锁起来 王爷 舒晓得晚来一步 沙三已经跟舒王爷一同去往故安 请王爷治罪 好了 你们都辛苦了 发什么愣啊 聋了 我说你们辛苦了 找地歇着去吧 谢王爷 请王爷 请王爷 户部金库这线一段 您老人家就不用担心了 让舒王爷到故安傻巴傻颠去 就你聪明 你说这舒王爷走了是什么结果 位子也潜逃呗 他呀 他呀 这是自个找的呀 这怪不得本王啊 他是自寻死路啊 走 走 奇怪 奇怪 朕东发边省的军费 就这么肥了 金子长翅膀了 欢迎皇上 据臣 这库金 纯属库立 坚守自盗 先煮饭 先煮饭已经畏罪自杀了 朕没为你谁死谁活 朕问的是朕的库金哪去了 十万两金子这么大数 不能说没就没啊 朕 朕 总得有个去处吧 平万一千 你速速给朕查清 悉数追回 是是是 这正是臣向皇上禀报的 据臣查明 那库金在大兴县已经被发现了 你说什么 在大兴发现了库金 是 是全部的吗 不 只发现了一千两 不关的煮饭已经积拿归案了 只是 只是什么呀 你说话怎么老这么腾腾土土的呀 臣恳请皇上 允许臣向您单独禀报 皇上 臣以为如此大案 不妨说出来 让众臣们听听 合议合议 也好给皇上献个主意呀 臣也以为如此 臣也是 朕准了 听我爱情 你随朕去御书房 谢皇上 退朝 凌王爱情啊 你有什么话要对朕说呀 回皇上 臣要说的是 这窃金大案好像与朔王爷有关呢 你是说朔王爷指使人盗窃了国库 臣也只是怀疑 冬场和臣的手下 已经捉拿住了那个窃贼 可朔王爷却将他聚宝释放 现在已经逃之夭夭了 臣奉旨召朔王爷回宫 他是东拉西扯 游走乡间 还拉着小王给一个烧饼铺的掌柜去讨账 搞得臣是筋疲力尽呢 最后呢 他借着如此的机会逃走了 哈哈哈 皇上啊 臣斗胆问一句 您为何发笑啊 不是 这是笑他的脱身之法 平王爱情啊 真问你 你掌控的那个疑犯是个什么人啊 是个女飞贼 女飞贼 那他也拿不动十万两黄金啊 可是他已经招供他家有黄金一物 那他不是盗鸡的贼是谁啊 你是说那个女飞贼与朔王爷是一伙的 是啊 请皇上速速下旨吧 别说一个女飞贼了 他就是个江阳大盗 朕也不能下旨啊 嗯 还是让刑部按刑律办吧 天子专权 大计 可是朕王爷他有那个养养脑挡架啊 不是那个养养脑头给丢了吗 他已经找到了呀 找到了 不可能 有可能 仔细找也是能找到的 好事 好事啊 可苦了微沉了 差点没让他拿眼睛抽着 这朕倒有些不解了 朕王爷拿十万两黄金干什么呢 朕见了他要好好问问他 评我爱情啊 朕倒想问问你啊 你人生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回皇上 臣最大的梦想就是当好皇上的臣子奴才 朕都有些感动呢 听这话呀 老奴的眼窝子一下就湿了 要不是怕惊动了圣上 老奴真想大哭一场啊 嗯 平王之中真是感天地气鬼神啊 就是 谢皇上 那切尖之事 冯伯 传朕之意 命监察室余职 九门提督葛坤 迅速查办此事 不得有误 遵旨 平王爷经啊 你也下去歇着吧 那朕王爷 朕自有安排 nn 尝尊集 嗯 冯伯